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外语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外语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 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全科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 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外语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参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外语群课纲一一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 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另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继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外语群共同课程 包含群共同专业科目 商业概论四学分 与数位科技概论四学分 及群共同实习科目 数位科技应用四学分 合计十二学分 为培育学生具备未来工作所需基础技能 学习群科间共通能力及基本职能 新增三个技能领域 职场食物技能领域两个科目 英语文技能领域七个科目 以及日语文技能领域七个科目 以精进建构学生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为基础 含育语文专业素养、培育学生国际移动力 并落实技职教育、务实致用精神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外语群里未来就业类别相似的科 合为一个技能领域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学习群科间共通能力及基本职能 本群所属之科别 均可由三个技能领域中 任选两个领域即34学分休息 各校所选取之技能领域 包含之科目均需开设 商业概论维持与九九克纲同样的学分数 加入巨量资料、NFC、第三方支付 及原著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等内容 以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新课纲将九九克纲的计算机概论更名为数位科技概论 学习内容依据数位科技的发展做更改、新增、整并及删除 以符合资讯科技的潮流 数位科技应用 衔接数位科技概论科目、其能理论与实物结合 课程以数位科技结合商业实物应用为主 为符合数位科技的发展及语文资讯使用需求 新增云端应用及语料资料库应用主题 并将计算机概论二之网页设计 调整到数位科技应用科目 外语简报实物以认识简报制作基本要素与概念 学习内容涵盖 认识简报制作基本要素 简报对象、简报流程、解说与演练等 学生需因应不同需求与对象制作与发表简报 新课纲强调职场实物 因此无论是应应科或应日科学生 皆需要具备因应职场需求所需的外语简报能力 外语文书处理实物课程内容 以英文输入、日文输入、文书处理为基础加深加广 学习内容涵盖中文、英文、日文输入法认识 表格、图表设计与应用 样式设计、长文件目录、合并列印、追踪修订、注解 通用文件格式转换等功能介绍与职场应用实力操作 英语听讲练习课程由原先开设两个学年改为三个学年 相较原先课程增加四学分 其内容更深化、广化单元内容细项 更贴近学习者生活情境所面临的相关议题 主要单元内容增加资讯科技、办公室用语、跨文化活动、商业经营、生态环保、国际事务、社会服务及人文关怀、人权法治与公民社会与全球化等单元 中阶英语听讲练习及高阶英语听讲练习两科目 教师以采全英语授课及评量为原则 九九课纲中的英文阅读与习作和英文阅读与写作 于新课纲都统一称为英文阅读与写作练习 并分阶段命名科目名称 且由原先开设的两学年改为三学年增加四学分 内容也加入较多阅读策略 并以渐进式的学习 由句子练习到段落写作与短文写作 练习不同的文体写作 英文商业书信写作 介绍商业书信的定义与用语、结构与格式 并学习商业书信写作的原则、技巧与种类 希望学生能撰写通顺达意的商业书信 九九课纲中的日语听讲改为日语听解 调整并修订九九课纲课程内容 详练生活与职场中各项绘画场景 并从过去单纯的语言理解与表达 到从语言互动中学习文化、增强国际移动力 日语文型练习、建构学生日语基础 学习基础文型词汇与造句、用法 从接触日语基础中学习日本文化 感受国际一同 新课纲将九九课纲的日文阅读与翻译 更名为日语翻译练习 明确的条列主题、学习内容及文型表现 与练习中日文短句翻译 日文读解入门练习及日文读解初节练习 课程明确条列生活情境题材之学习主题及文型表现 加强句子与文型辨识演练 熟悉短、中、长篇情境文章阅读技巧及文章朗读练习 日文商用书信实物课程 明确的条列日文商用书信内容的学习主题及商场文化 练习撰写日文商用书信 学校可依以下四个方式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果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著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集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地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济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谱高及纵高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专业级实习科目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使用正确流利的语言沟通表达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沟通表达时能考量对方的生活、文化、习俗等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外语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7项 各校之外语群科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并进一步地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主题、学习内容 以初阶英文阅读与写作练习为例 学生在学完初阶英文阅读与写作练习后 会有6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外语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职场需求 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70至80学分内 发展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以形塑各校科之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依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学生图像 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技术、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此业以外语群科中心学校 台南高商临近区域呈现产业需求为例 产业包括出版业、应日语补教业、履宿业、航空业、观光导览人员及各种工商产业外语人员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应用英语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到三项基础能力 并可对应到三项学生图像 而科专业能力的第四到六项则是代表分流能力 并能回应到科教育目标的第二到四项 科教育目标的第五项是与科专业能力第七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般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九九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答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以应用英语科为例 发展校定课程专业及实习课程时 依照所定定的科专业能力来规划课程 除了布定课程外 究竟学生需要休息哪些专业或实习课程 才能具备专长分流之科专业能力 例如为了让学生具备英文观光服务 与导览解说能力 开设观光休闲英语 英语导览课程 为了让学生具备商务英文理解与沟通表达能力 开设商务沟通英文课程 为了让学生具备英文绘本分析讨论与说故事之能力 开设英文绘本赏息与应用课程 科目与课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此页之课程地图是以某校应用英语科为例 图中右下角的三个区块以不同颜色设计 可分别对应到三个不同的科专业能力 同时也把职场进入及升学进入都加以规划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建议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12年国教新课纲以八大领域及十五群科为基础 促成跨领域或跨科目的教与学 注重通识及对人文、生命与自然的关怀 必有助于提升终身学习之能力与兴趣 外语群科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的关联性 以艺术、自然、科学、社会这三个领域举例说明 艺术领域包括音乐、美术、艺术生活三科目 自然科学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目 社会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三科目 除艺术领域三科目则两科目休息外 其他两个领域至少休息两科目 可沿逆跨科之同整形、探究型或实作型课程 藉由三个领域科目的学习 培养学生跨领域专业知识 使学生了解、欣赏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质 兼具人文素养、国际视野及专业技能语才识 并善用语文的表意功能和沟通技巧 强化职能发展与人际关系 以职场食物技能领域之外语简报食物科目为例 截取共通一般科目基础知识组合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呈现学生之多元能力表现 在专题实作的课程教学中 因应跨域专题主题 透过一般科目学科基本知识的学习 结合专业与实习教学 展现学生实物整合、成果展示、口头报告与表达之能力 以专题实作《我的版权宣告》 卢凯族传统文首为例 透过社会领域的地理 认识文化资产、生活世界及国际探索 学习历史、认识过去、语言领域、书面报告呈现 口头报告与表达等 一般科目的课程内容都可以连接到专业科目 帮助学生学习外语群科课程更加顺利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